今次和大家講一下安全快門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今次和大家講一講就是 相機的安全快門 在很久之前 其實當飛林機年代 就已經有一個叫做安全快門的東西 這個大家可能想知道 什麼叫做安全快門呢 其實安全快門就是 當你手持相機 譬如說我這支90mm的鏡頭 那就是要用 九十分之一快門 或者是以上的速度 才可以防止手震 假設你是沒有腳架 手持的情況之下 就是這樣計算的 但是現在其實你不斷地變化 現在的相機 好像現在的Leica 這樣去到 六千萬像 變了其實你會放到很大 去看一個相片 變了其實安全快門 要提升才行 在早期可能是 二千四百萬像 譬如是什麼機器呢 M10 M240 那可能它的安全快門 就是一比一 未必是可以滿足到它的 可能會用到一比一點五 即是說可能是 50mm的鏡頭 那可能快門要乘回1.5 那就是大約是75分之一 這個速度才可以滿足到 那現在去到最新 M11 那它是六千萬像的 那其實呢 安全快門呢 就是1.5都不夠的了 基本上呢 可能真的會用多些 可能一比二 或者是甚至乎一比三 那就再穩陣些 那當然都視乎它本身攝影師 或者你一個攝影者 它本身手陣的情況 有些人可能真的是石膏手來的 即是很定的 那也都不排除可能 一比一都可以得的 但是相信來講呢 這個都比較勉強一點 那以一個正常人 我也是很正常的 那試過拍一些相片 那大家去研究一下 好啦 現在呢就 看看一些相片先 那這裡呢 這個是DNG來的 任何都沒有收拾過的了 那用M11去拍的 M11去拍的 是的 那用了一支 即是現在這個 這樣的組合 M11 加了一支 50APO 二光圈的鏡頭 那在戶外拍 調了 四十五分之一 因為沒有五十分之一 那就去看看那個情況 那因為呢 我特意去拍 就是用一些字 那我會 黑和白 那就很分明看到了 那大家看到呢 就是說真的 手震 會 那很明顯 因為現在呢 就是用了 放大三百 的百分之一 變了看到呢 那個情況 是比較嚴重一點的 就這樣看呢 其實就不覺得的 那如果你放大的話呢 就很明顯了 那我再拍多了一張呢 就是 都是這個 四十分之一秒 那也看到的情況 都是類似的 那可能這個呢 我是拿得穩一點 那就好一點點 OK 那跟著呢 就是用了 一二五 快門一二五 那很明顯看到呢 其實那些字呢 是實正了很多的 那 那你會不會是 對得不準呢 那其實我已經特意 這張收的光圈呢 令到是 那個景深呢 沒有那麼淺的了 是的 那但是這個情況呢 都是有這樣的問題的 好 那跟著呢 就再看啦 那這個呢 就是 再高一點了 那這個情況呢 其實跟剛剛 一二五那個 相約的 其實不會差很遠 那都是 頗可接受的 然後呢 我們就看一下 轉了另一個位置 又是四十分之一秒 那真的 堅蒙的 對 堅蒙的 那跟著 快一點了 九十分之一 那就好了一點點了 好一點的 已經這裡 可能我放回 100%去看一看 這樣 其實100% 它的情況呢 就 不明顯的 但是你放到 300呢 其實就看到那些 問題在哪裏 OK 那跟著 再快一點 再快一點 那你見到 哇 那些東西都好 好一點 那些東西 然後再誇張 三百五十分之一秒 其實就跟之前 沒有什麼分別的 已經 那我一個 室內的環境 我的show room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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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分之一秒 那裏 那裏 其實都 300% 那分之一呢 1二五 1 2 5 跟之前差不多 好一點點再好一點 所以說現在拍攝可能高像素 4000萬像、6000萬像的時候 盡量把安全快門提升 變成你拍攝的時候 不會因為手震而引致畫面 會有毛的情況 這個大家去留意一下 當你享用高像素的相機的時候 大家會注意一下 可能要成大一點 1比2或者1比3 是會更加理想的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